這個部分給做出來 但是另外可能遇到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剛剛就有同學問到 我把這個先複製一個 那另外就是說呢 那個我剛才發現 原來每一個列 跟好像一把一筆 每一筆知道中間它會多一個空白列 那當然最簡單的解決方案 如果說你要一個跟慢慢刪的話 太浪費時間了 剛好它的編號是連續的 所以你可以按照A欄 然後做什麼呢 做資料裡面的A到Z A到Z就是 它會自動排序 要不要擴大 要 我們就按照A欄 然後擴大 按排序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它就怎麼樣 幫我按照A欄 然後全部重新排序 就OK了 就把 因為剛好是空白列 自動就擺到後面去了 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方法 不然的話 你如果要慢慢刪除 它也多一百筆就一百 它兩千多筆 所以你可能要刪這幾次 當然 你講到這個 如果你實在也沒辦法排序的話 那刪除 你可能還是用VBA會比較好解決 因為VBA就是自動去判斷 如果那一列是空的 你就把它刪掉 OK 因為其實看起來好像很多東西 如果你需要大量處理的話 底下這邊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就OK了 但是 如果用剛剛的這個方法 好像太 沒辦法完整 所以我們還是用我寫的那個自動函數 Ctrl-Shift 向下 然後一樣插入自動函數 用這個好了 給它 目前看起來好像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產生什麼 總共會有四個要做的結果 哪一個區的切換按鍵最多 其實如果有這個資料的話 就非常簡單 直接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這個放OK了 因為它是一個標準的資料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哪一區呢 那就把區的呢 直接拖拉到列標籤 然後再把區呢 再拖拉到值 因為區裡面是放的是文字 所以它會做算幾個 項目個數 不是假種 所以這樣就出來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知道哪個多的到少 那因為我主要是focus在多 哪些地方 最容易有切到按鍵 其實拆應該可以拆出來 有沒有 應該是酒店比較多的地方 對不對 不要因為失竊 是不是這個邏輯 那哪個地方呢 失竊率最低呢 就是那個老闆在的地方 OK 市長在哪個地方 應該那個地方 失竊率應該會相對低一點 排序的話A到D 所以這邊說 有不要放這邊排序一下 力道A才對 多到少 不過你會發現老闆 這邊奇怪 怎麼會有板橋失彈水鎮 這個資料都亂擺 OK 所以這個是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公務員的問題 他把那個外縣市的資料呢 也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 再跟他Email 我跟他講說 你這個地方 多了一些不應該有的 不管 反正這不是我們要的 甚至我可以把它 直接移除掉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就可以 知道說 目前呢 私下案最多的第一名 好 這個 就是 怎麼呢 就是 所以這邊的話 可以直接 看這個如果 直接 取得 這個排序結果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結果 做一個 數目分析 圖 OK 然後呢 把這邊呢 全部都 把它怎麼樣 所以 不過這邊 多一個淡水 跟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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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 這可能要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呢 你們再利用這個 我想就簡單畫個直條圖就可以了 我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從那個 這個 中山 是最 治安最差的 然後 再來 治安最好的 相對的 看起來好像 大同區 相對 會比較好 大同 OK 然後 南港 信義 這幾區 那再來的話 當然 如果說我今天呢 第二個 數目分析 如果我要分析什麼 哪一條路 那哪一條路 前提當然 你需要有這個路 路的路名 那所以一樣 我們哪一條路 這個 施竊 按最多 那一樣 我們一樣插入 分析表 然後這個範圍 選舉之後的話 針對這個 道 路 街道 做 這個多跟少的統計 那我們一樣呢 排序的方式的話呢 由 例到 A 例到 這個結果 那可能我用的資料 在之前 這個是錯誤的 應該是用這個資料 用那個 自定函數出來的 否則的話 它會有一些其他 不應該出現的資料 那再一樣 一樣就把這個 插入這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 把這個資料 做 我們的統計 然後呢 再把它做為那個 力道A的排序 那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會發現呢 如果 這個街道 數量這麼多 總共的話呢 哇 幾百條道路 所以呢 如果我只希望 求出的是 前十名的話 那你還可以 在這邊 做個篩選動作 也許你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不需要全部 那篩選呢 剛剛我們也用到過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上面 一個箭頭 列標籤的 這個右邊 會有一個箭頭 那你可以 篩選的部分 我們之前是 打勾全選 然後選其中一個 但是呢 我又要前十個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也有什麼 項目的部分 它有個前十項 有沒有 你也可以 利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前十項就可以了 把它前十項選取 然後呢 這邊當然 它預設是十 可是如果你的數量 如果要增或減 它這邊還是可以再做調整 按一下確定 那就留下 有沒有 這個自然最 這個切到按鍵最多的 那十條街道 那當然 如果你將來 要買房子的話 裏面它應該盡量 避開了一區吧 不然的話 這些自然相對是比較 這個 比較容易 有這種失切按鍵 那最後一樣呢 再利用樞紐分析圖 我們一樣 畫出紙條圖好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那最後你可以再把它移到 移動按右鍵 可以再把它移動到那個 這個一個工作表 OK 這個我想自己再做 這個應該不是很困難 甚至上面這個圖表 看要不要再加上什麼 我剛剛提過 例如常做的資料標籤 中點外側 這邊就會把數字順便標上去 然後上面呢 再把它加上一個 這個標題名稱 自己再加 切斷按鍵最多的 這個什麼 接到 OK 那就把標題給加上去 那最後的話 如果要統計什麼 時間 哪個時間失切率最高 那當然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插入 數目分析表 那這個範圍一樣 我們就把什麼 時間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時間 拖拉到值裡面去 那一樣 我們按照什麼 按照 這個 技術 這個欄位 由高到低的話 Z到A 選取之後 點選Z到A 那你會看出來 當然 你這個 得到的結果 看得出來 失切時間 的前幾名 大概前三名好了 這三個時間的話 是 失切率最高的三個時間 那當然應該也可以理解 那當然應該也可以理解 因為第一名是10點到12點 就是大家去上班的時間 所以上班時間之後 可能就是蕭小 它最容易出現的時候 另外的話呢 就是 晚上10點到晚上12點 當然可能剛好就是我們 即將要入睡之前 入睡的時候 入睡之後 入睡之後 所以這個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特別避開 或者是做一些什麼防患措施之類的 OK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如果今天想要畫 最後其實也可以把它畫成圖 這個方法都一樣 一樣可以在這邊 利用書納分析圖 這個部分 差異性不大 所以我就不掩飾了 請各位自行再把這個 這個時間部分再把它畫出來 甚至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選擇什麼 前十項 那不要那麼多 來一點 前三項就好了 你可以把這個數量 前三項 前三名的時間 列出來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三個時間 你要特別小心 可能會有蕭小出沒 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再畫出 這個交叉分析 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這個交叉分析的結果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樣 裡面的話呢 就是哪一個區 那哪一個區 在哪一個區的什麼時間 失竊的機會是最大 那我可以做個 類似交叉分析的複合圖 好 這個複合圖的話 第一個 一樣要把 區 藍 有沒有 這邊就是列 列標籤 藍標籤的話 就把什麼 把這個時間加上去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再利用 這個資料 一樣 插入樞紐分析表 裡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把那個 區的部分 就是哪一個區 放在列標籤 哪一個時間 放在這個 藍的標籤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實切的 也許再把區一樣 放在直的上面 哪一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 失竊的 什麼時間的 次數都出來了 不過呢 有些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 是空白的 那空白的話 理論上就是 沒有失竊次數 所以喔 一般習慣是希望 希望什麼 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上面 如果沒有失竊的地方 我可以 怎麼樣 可以把它 變成 裡面自動補0的話 不是叫你自己 自己填上0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 怎麼樣 可以在這個選項裡面 特別是喔 你可以在這個選項裡面 找到一個功能 如果你要把這裡面的 沒有資料 其實就0 那我希望你裡面 就幫我補0 你不就自己填上去喔 你可以透過什麼 選項 那我這個2007的 如果其他版本 自己找一下 應該也會 有一個類似選項的功能 只是放的位置不同 這其實也蠻麻 說你分析表 每個版本 長得又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 該有的都有 裡面的話 有一個功能 是什麼 若為空池 若為空白儲存格 顯示為什麼 裡面是空的 就是還是空的 那你可以把這裡面填一個數字 填0就好 裡面若為空白的話 那就幫我補個0 OK 你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只要是裡面空白的 全部都自動幫你補個0 有沒有 全部都補0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不然如果你不會補個0的話 那將來喔 就是這個地方呢 它就變成說 裡面是空的 不知道是裡面是什麼尺 所以 就是可以在選項裡面喔 這個叫選項 好 這個地方 在選項裡面找到 若為空白儲存格 顯示 填上0 可以按確定 那最後的話呢 一樣 再做樞納分析 那我們可以再把什麼 再把它畫出 就是我們要的 這個 複合的 你可以用 這邊所謂的 堆疊值條圖 或者是 百分比 這個堆疊值條圖 我用這個堆疊值條圖 我把它移動到 新的工作表 OK 那你可以看到 哪一區 哪一區 那這個資料喔 多了這個板條 跟蛋條 看起來怪怪的 OK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怎麼樣 再利用 變更圖表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OK的話 你也可以再 改成百分比 剛剛是用那個 堆疊值條圖 你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按確定 它也可以怎麼樣 馬上幫你換一個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是喔 如果你是堆疊值條 它有高有低 但是如果你是百分比的話 有點像是 它把直條圖 跟那個圓柄圖 結合在一起 就是你又可以看到 然後它的數量 又可以看到 它所有所佔的 這個百分比的 比例是多少 OK 所以兩種 你可以把 透過這個 變更圖表類型 去隨時切換 你想要的效果 OK 每一個效果 其實你都可以把它試試看 OK 再來的話 其實 後面可能還是要把板橋 這個跟這個淡水把它去掉 然後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針對我們這個切刀案件的這個資料 來去做練習 試試看